政府用了很多儲備 政府用了許多儲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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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資訊技術和教育法 主要是用教育法 有哪一項是對的呢? 大家看看 A 第一個 花費在其他領域會減少 這個就不會 用自己的想法 袋子有這麼多錢 用了A 用不到B 不是的,因為政府用貸款 要記住,他喜歡怎樣用就怎樣用 有錢可以用,沒有錢可以用 有閒時用,沒有閒時用 就是這樣 B 了 政府用了一個預算貸款 這個不一定 我不知道它本身有沒有儲備 我也不知道究竟它有 所以根本不知道有沒有 貸款的問題出現 平均的儲備能力會高 教育的人更厲害 做事更快,就增加 Banking system We will not be able to create a deposit 這個是關於 那個處的 credit creation 有些銀行可不可以借錢出去 有沒有人借他的錢 等等 這些就跟政府支出沒有什麼關係 兼且在數裏面 這個是fiscal policy 也不是monetated policy 根本就是完全沒有關係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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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